你是谁 小九 你不是说他看不见我的吗 成功 计划管不上变化吗 你到底是谁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事情是这样的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算命的 还来 他说我以后会遇到一个命中柱定制 我问他该怎样找到这个人 他说不用着 命运会将你送到他面前 然后啊 我就在这个破玉佩里面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啊等 他就把我送到你面前了 小台词都用了两劲了 都不敢态的 哎呀 应急嘛 就不要做过这么多细节了 真的 这样也能信 你太烦又有点良心 你就能感觉到我 刺刺肺腑 不然怎么会是你捡到的我 好了好了你别哭了 我信你 小九 这样的傻白天孤独 怎么可能是后来 你也是个大魔王呢 我 我信你 那你叫什么名字 不能说我是花铃 花铃也不该出现在这个时间点 万一再搅乱了剧情就不好了 还是乖乖当个路人吧 我们这些做配件的 哪有什么名字 不然 你给我取一个吧 风前渡暗香 月色青花铃 哎 有了 你就叫花铃吧 花铃 嗯 花铃 你就叫花铃吧 花铃 嗯 花铃 嗯